把日子过好 是他三十多年前 从事这个行业的初衷 传为他生活的 这个色彩绚丽的黑瓷世界 异常精彩 它不仅是一个谋生的技能 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寻梦之旅 他叫李欣慰 一名烧之进展的匠人 这些年来 什么油滴 土豪 四红 雾金 我都烧出来了 就差要变长 宋代人 都是用农养烧的 我就是想试一试 柴烧的效果 面对吉江冲摇的作品 他的内心也是忐忑不安 决定烧制柴药之时 他并不是没有纠结过 萦绕于心中的药变猛 最终占了上风 柴烧是木柴 作为燃料加热烧制建盏 木柴中所含的油性与微量元素 为建盏右面的变化 提供了多种可能 柴烧的质朴的骨着感 是让人痴迷的原因所在 从大家的表现中可以看出 真一咬并不如意 虽然药内出现了少见的油滴与采光盏 但这些并不足以打通他 他所寻找的 是被称为药变的瓷器 柴烧 是他寻梦之旅的重要方式之一 过几天就是他的新品发布会了 已经继承衣钵的儿子卢奕 正在忙碌发布会示意 对他而言 从事这项手艺是顺理成章的事 在母亲的合乎下 姐弟俩从小衣食无忧 并不是家境优越 而是他的母亲 总是将最好的留给他和姐姐 对于母亲热爱的这项事业 他也是从不以为然 到全心投入 他们已经和健斩事业 融于一体了 总也可全不喜欢 我儿子年纪也不小 养家的胆子由他来挑 我专心做我的实验 一定要把摇辫烧出来 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 让我们详细 最最热情的掌声有请 中国界展名将 倩尧界展 烧至技艺 非遗传承人 开合摇唱识人 李希妹老师登台 做精彩的开场志愿 好 每个人都是平凡而不平庸的 在平淡的生活里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去追逐 但看似平凡的世界里 你永远不知道是多少年的守望 才会有回报 剑斩右面的彩光 它不仅仅是一种陶瓷的化学反应 也是李希妹一家人 周二富士烧制过程中 酝酿出的平淡而幸福光芒 酝酿出的平淡而幸福光芒